家里猫咪爱上饭桌是个怪习惯由于猫咪好奇的本性 没经过教育的猫咪百分之百是会上饭桌的 猫咪上桌会导致饭桌桌面有很多猫毛 其次如果猫咪喜欢在用餐时间跳上桌 还会影响家人吃饭 对于多猫家庭 一只猫咪上饭桌可能会导致其他的猫咪也会跟着上饭桌 这就是一个挺恶劣的影响 猫咪爱上饭桌的三个原因 一家人喜欢在饭桌旁给猫 一位吃的猫咪爱上饭桌可能是人类导致的 如果你自己或者是家人喜欢把饭桌的菜分一点给猫咪吃 猫咪很自然就会把你的饭桌当作是它的大型猫碗 二猫咪好奇人类的食物科 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的生活习惯也会影响猫咪 所以当人吃东西的时候猫也可能也会想吃东西 猫咪看着你吃东西会好奇你到底吃的是什么 所以他就特别想爬到饭桌上面进行近距离观察 三猫咪喜欢处于高位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猫咪压根对你的食物不感兴趣 单纯喜欢爬到家里的高位查看周围情况 如何帮猫咪解决爱上饭桌的坏习惯要帮猫咪改成这个坏习惯 其实也不难只要对症下药就OK了 一不在饭桌旁边给猫咪喂 吃得养成猫咪良好的就餐习惯 每当猫咪一上饭桌就要呵斥它 前后态度一定要一致 不能有时候允许它上饭桌 有时候又不允许 因为这样模糊的指令会让猫咪摸不着头脑 只要在家里订好了猫碗的位置就不要改变 每次给猫咪喂吃的一定 要放到它的猫碗里面 让它了解到饭桌不是它平时吃东西的地方 二 令猫咪觉得人类的食物并不好吃 一般来说 人吃的食物是不能给猫咪吃的 因为我们的饭菜里面会加油盐等调味料 那怎么让猫咪讨厌我们人吃的东西呢 当它好奇的时候 你把食物沾上醋或者是辣椒 然后主动让它闻 猫咪一般闻到这种刺激 性气味的东西都会露出嫌弃的模样 然后离开 三 给猫咪准备其他的高位 看台由于猫咪喜欢高处的原因 所以在饭桌附近给它准备一个高高的看台 它可以站上去 这样猫咪对饭桌的兴趣也会大大的减少 小家家里的两只猫小时候会跳上饭桌 很久之前已经对饭桌不感兴趣 希望我这次的分享也能解决你们家的问题 如果你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欢迎留言哦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 乐活之心祝您快乐每一天